真的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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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抱歉 就是我實在是沒有想到 原來前一晚的酒精 可以到隔天的下午 竟然還可以測出來這麼多 藝人王柏傑五萬元交報 走出地間數 連身道歉 覺得這些都不是藉口 也不是理由 然後我覺得既然做錯事情 就是真的乖乖接受懲罰 然後道歉 真的非常非常對不起 真的不是故意 無端說自己非常的抱歉 也很震驚 喝酒過了一夜都還沒推 真的是很抱歉 真的很抱歉 真的沒有想到會是這個結果 因為當下警察叫我吹的時候 我還吹超用力 就是我沒有意識到是 有酒駕的行為這樣 所以 但都不是理由 我覺得 提到自己小桌後 整夜都睡得很好 沒有想到會酒駕 王柏傑跟遊覽車都是行駛 在京莊路上是同一個方向 當時遊覽車準備要轉彎進到裡頭 但沒有想到他的車尾 那A到了王柏傑的車頭 那警方到場之後才發現說 王柏傑有酒駕 18號下午3點多下著彭陀大雨 一人王柏傑開著愛車 行駛在內湖金莊路 說是要送狗去洗澡 他開的綠色mini跟在遊覽車後方 原本還想讓對方一下 車子停靠在路旁 卻因為遊覽車駕駛 角度沒抓好 發生捧撞 這一狀兩車都有輕微的毀損 車和車燈碎裂 警方到場發現王柏傑酒駕 王柏傑17號晚上和女朋友的謝忻 到新莊看球賽 接著跟朋友喝酒後就回家 隔天開車出門 沒有想到卻遇上擦撞事故 王柏傑強調是前一晚喝酒 不是酒後直接開車 但酒特值0.44毫克 休假行為一曝光 不僅影響工作也雙極形象 TVBS 陳冠宇 蔡明軒 葉峻頭的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的新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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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